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知道了 我是钟年晃 前总统马英九 昨天在武汉称赞中国的防疫 是对人类有卓越的贡献 结果这句话 今天引起一票人的反弹 不管是懂公卫的 不懂公卫的 所有的人 包含医师 专业医师都认为马英九说错话了 那柯建民呢 更用非常重的话说 上全辱国 但是国民党显然 党中央还出来帮马英九辩护 所以马英九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临时增加一个行程 然后讲出这样子 让全世界大概都没办法接受的话 另外呢 马英九昨天见了宋涛 还是老调同谈 九二共识 但是有四个字 马英九始终讲不出口 叫做一中各表 那不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吗 那为什么当着宋涛的面不敢讲呢 马英九只敢讲和平 但是不敢告诉宋涛 请中国放弃用武力 准备要併吞台湾 这些话他都讲不出来 所以是不是真的落入中国的统战的陷阱呢 另外我们来看的是 蔡英文到美国去访问 过境受到高规格的待遇 美国的国务院甚至史无前例 第一次因应台湾总统过境 开媒体的背景说明会 那在政治上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另外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 其实本来很想低调 但是中国把它搞得很高调 所以搞到在美国所有的国境的媒体 都必须要大篇幅的报道 甚至连欧洲法国都开始关心 这次蔡英文访美 甚至称赞台湾走出了一个 非官方外交的一个新模式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新模式 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最近 从二月底到三月 台湾的周边的海域 陆续出现了一些浮尸 那这些浮出现浮尸 本来他就应该是一个社会案件 那好好的调查 但是国民党的部分民意代表 却开始做操作 说民进党执政的民不聊生 那这个浮尸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台湾人 是越南人 还是别的人 是偷渡来的 还是其他的状况 我们拿数据出来告诉大家 其实国民党部分的市议员 讲的并不是事实 其实每年台湾 根据我们官方统计的数字 其实是可以证明说 今年的出现的浮尸的数量 并没有特别多 另外我们来看是国民党的内战 今天又多了一个选区 台北市的港湖区 资深的市议员李燕秀宣布 要参选立法委员 结果已经早就表态 要参选立法委员的 现任市议员 游淑慧他有点错愕 他说 那这样 早知道那你去年就不要选市议员 所以国民党内战 还有那个心肺大战 不是心肺复苏 是心肺大战 现在已经确定了 就是三层党员 七层民调 徐晓鑫受不了了 他说 飞鸿泰 你到底 到底是不是 球场也是你的 然后球阵也是你的 这少林足球台词 所以国民党的内战 感觉上正要开始打 好 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范老师 欢歌好 大家好 再来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林欢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 吕家凯 欢歌好 大家好 再来十四平民人 温朗东 欢歌好 大家好 另外激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吴兴代吴医师 欢歌好 大家好 稍后这个新民进党 新北市党部主委 何博文 以及资深媒体的林玉慧 还有前刑事警官高仁和 都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马英九昨天去 在原本是没有这个行程 他昨天突然新增了一个行程 就是到武汉 到武汉去参观 他们所谓的抗疫的馆 这个一看就是中国一个大内宣的工具 但是他竟然里面语出惊人说 中国防疫做得很好 武汉疫情控制很好 没有外扩 然后对人类有卓越贡献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实在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进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敬佩 前程的马英九参观武汉疫情展览 大战让全球陷入疫情危机的中国 行政院长陈建仁看不下去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话 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他这样的屈从附和 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他自己是因为都没有做事情 所以有点心虚 因为讲这些话 其实都跟史实是不相符的 不仅如此 马英九跟国台班主任送他会面 高唱原汁原味久而共事 所有中国宣布两岸航班PCR改快篩 被解读中共力多给国民党 让蔡政府难看 马英九访中处处绕着中共剧本走 行程也乱套 出30号新增疫情展览 把与武汉学生座谈提前一天 31号原本搭高铁到长沙 参访周南中学 也突然取消 随心媒体询问 31号行程时 马办始终静默 直到隔天8点42分 才表示没有公开行程 根据最新民调 马英九访中时 中共表示希望和平早到来 有多达五成七民众 认为中国是破坏两岸和平因素 各有54%的人支持台湾独立 两岸统一只有16% 而日前采访台的台英国会小组主席 史都华也对马英九喊话 毕竟马英九此行 难免成为中共 剑指蔡政府的棋子 从称谓行程 甚至说出口的话 如此恪随主辩 引发国人反感 通常我们讲恪随主辩 是一个比较礼貌性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到这个吴医师家里做客 吴医师问我说你想吃什么 我们就恪随主辩 但是恪随主辩不是随便 马英九就是随便 他首先讲出那个中国的防疫控制的很好 没有向外扩散 然后说对人类有卓越贡献 结果一票人 不管你是不是工位专家 大概大家全部都受不了 民进党立援党团总召 柯建民话讲得很重 他在脸书解 他说用上全辱国来形容都不为过 他说 试想各国新闻媒体 如果以台湾前总统 称武汉防疫成功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未提报导的话 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 受苦受难的人民 会怎么看台湾 台湾这几年在国际上营造的形象 一事之间就被马英九毁掉了 所以我先请教范老师 真的是丢台湾人的脸 马英九这种说法 对我们知道当全世界有七亿的人确诊 有七百万人因为这个疫情而死亡的时候 马英九竟然说中国的防疫 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巨大 我必须要讲 真的是倒果为因 而且让全世界那些 因为这场疫情造成死亡 甚至受伤的人 他们情何以堪 我也确诊过 我真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咳嗽 咳到肺要咳出来那种感觉 咳到整个人绝望 而且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对我后来 以后会不会影响 因为可能有后遗症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所以当有七百万人因此而死亡 七亿人受伤 我觉得马英九讲这种话 真的对全世界来讲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不要忘记 现在全世界包含美国 都认为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来自于武汉 来自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是很有可能是 因为实验过程中失败造成的 另外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连武汉人都听不下去 武汉人当初被封城 封了将近三个月 他们真的看他们的家里 欺离止散 家破人亡 无以为胜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讲这种话 根本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对武汉人民来讲 是二度消费 他们觉得你在消费我们 我们史上这么惨烈 你既然说中国的防疫 对人类有贡献 他跟不可思议 他说他跟中国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的政府造成你们的困扰 那表达歉意 搞清楚是中国造成我们的困扰 你中国当初没有引力疫情 怎么可能会造成 后来整个台湾的大游行 大方包机的问题 当时中国竟然让很多 已经确诊的人 台上上飞机 我们要求你做实验 他们要做检测 他们不要 然后我们要求登记人穿防护衣 中国不配合 甚至发现什么 刚刚讲过 很多是 不是他可能是陆配 他住在中国 他不是住在台湾 所以今天是中国 让我们的防疫可能出现破口 大家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华航飞机进来的时候 陈时中在第一现场 如临大敌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些人下来之后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跟这个传染 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英九讲这些话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看他从 他从二十八号那一天 他开始整个招进去 那一天是礼拜二 对 他早上去南京大屠杀 早上去那个中山林 然后他觉得 好像表现还不错 他讲中华民国老共 没有什么态度 当天晚上他在南京 见江苏省委书记姓常新 他讲了那个台湾 台湾总统 完蛋了 台湾要对你一下才总统 台湾对一下总统 他以为我之前 在中山林讲中华民国没事 但是你是对台湾媒体讲 中国不管你 你要讲 央视看不到 可是你竟然在姓常新面前讲 所以姓常新立刻回马 说你是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 对 就回马上出来了 他反应 就你看后来隔天 二十九号 他见湖北省委书记 王蓬辉的时候 看稿 那个稿子 我相信是先写好 给国台办审过了 再看稿 然后昨天 见任国台办主任宋涛 又看稿 照稿我念 我认为马英九参选过这么多 参与过台北市长 参与过总统 他不需要看稿 但是他为什么看稿 就表示 他已经犯了中国的红线 然后你再看 他昨天在那个 本来是应该今天去的 后来变成昨天的武汉大学 对 他把他的书 拿起来 那个书是他总统的回忆录 他说 我也曾经当过 他本来说 这是我当过总统的回忆录 假如我是当过这个 这个 又这个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马英九现在搞到今天 整个行踪沉迷 今天没有公开行程 跑去哪里 我很担心 马英九的安危 会不会被他的国安部 请去喝茶去了 咖啡 我非常不欣赏 马英九 我希望他还好好的活着 他不要被到时候 是因为他想要说了什么话 现在可能被国台办 关起来写悔过书 不可再犯 否则 那接下来行程 全部取消 好 那石板明夫 产经新闻 台北支局局长 石板明夫 他说 他说马英九 你这个论述方式 完全符合中共的胃口 但是对台湾民众 绝对没办法接受 这番话 明显是在迎合中国 所以创下 你也这么认为 马英九这个话 是在迎合中国 他为什么 会讲出这么违反常识的话 首先对人类有贡献 我相信在拿出这个 当时震惊全世界的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 在疫情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路径图 路径图 就在那封城的时候 他还有预告 然后除了看武汉人 逃出去之外 你看到这个图是什么 班机全部飞出去 382个城市 然后里面6万人 就从武汉逃出来 所以这个是英国的学术研究 这很多人都在引用了 这就是对人类 有贡献的防疫方法 所以全世界 为什么变成这么惨 这张图就是起点 所以大家也在追 那马英九是出了什么状况呢 马英九呢 其实他这次去的时候 他是刚开始很介绍恐惧 所以他讲的那些规格 不管民国啊 中华啊 总统啊 中华民国啊 拆得乱七八糟 支离而破碎 他其实都是 照着连战的规格 照着王玉琦的规格 但是马英九呢 他也知道 这样子去 你是前总统 你这样子是说不过去的耶 所以他偷渡了一下 台湾总统 他就很开了 但是没想到呢 赵春山老师 就直接出来讲了 马上人家 台湾地区全领导人 马英九就知道说 对方不爽了 那对方不爽了 所以呢 他后面开始紧张了 然后对方呢 就安排了一个 补考的题目 叫你去武汉这边看一看 所以那个临时增加那个行程叫补考 补考啊 等于是前面考试考不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然后看你的表现 所以他去了以后 他竟然讲出对人类有贡献 有敬佩 其实我是讲实话 台湾是民主国家 任何人都可以对防疫有意见 但是你不能违背 基本的人类的常识 对 可是这样子 可是对方听起来是满意了 所以满意了 所以下午的时候 又是一个新的增加行程 宋涛接见 我是觉得这是我最生气的 宋涛叫接见 宋涛就是国台办主任 对啊 以中国的标准 他就是部长级 正部级 对 正部级而已 我们那个叫前总统 对啊 宋涛接见 而且接见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 那个画面出来 我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很愤怒 为什么呢 为什么愤怒 宋涛做的那个样子 其实你还看他们有放影带 对 宋涛做的那个样子 太师已做的四平八稳 然后讲起话来 非常有气势 马英雄你像小学生 你在坐在那边 你手这样子还放在脚上 还想又怕再讲错话出事 拿着那个稿子 一个字一个字的练 对 那你一个字的 你至少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能够补考 讲出各自表述 至少你可以补以前的考嘛 也没有 那是对台湾人 对世界补考 就讲的那个样子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你知道全世界 对于这种见面 这个坐姿都很重要 前一段时间 普丁跟那个习近平见面 大家看到普丁那个样子 习近平那样子 虽然明明莫斯科是主人 都说习近平才是大哥 那你马英九 如果讲实话 今天坐在那边是侯永宜 我就不会要求 因为侯永宜没什么国际上的能力 你马英九至少在国际上 你怎么会做出这么的猥琐呢 那猥琐的意思 然后是宋涛 而且讲实话 以前的时候 我们开始两岸交友的时候 以前的陈云林 在机场贵宾室就开始全程相陪 江炳坤区也是有很多时候后面的 像清明党的 像国民党的一些两岸来往的人 就在白云机场 就在那个澳门机场 贵宾室就接待你了 全程相陪 马英九765判 中华民国公民投过的总统 你竟然这个人 能不能见到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会面 还是去听讯 国民党你们有马英九在帮忙 其实国民党谁出来都不用选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刚才创下讲的 就是马英九的 我们讲讲说要不卑不亢 不卑就是我不要很卑下 为了不要得意忘形 不得很嚣张 马英九是先抗后卑 一开始觉得我讲这个中华民国 是讲历史上的过去 那北京也不跟你计较 他不得了了 哇你看得意忘形 就先抗 然后现受操后卑 一个卑为 一个正部级的官员 就等于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陆委会主委 如果今天习近平退休了 他来台湾访问 如果有一天 我们陆委会主委跟他见面 那个其实屈辱他 所以我真的觉得 马英九你跟当初 连战2005年的4月的 访中心真的差太多 那个时候的国内办主任 陈运林是在机场 等着连战下飞机 而且那个时候 4月份北京很冷 站在停机坪旁边 这边发站 等着连战缓缓 从这个飞机上下来 所以这次马英九 竟然是被宋涛接见 我真的觉得 对马英九来讲 真的要感觉我的位阶 我是前任总统 连在是副总统而已 结果我竟然见不到 这个国内办主任 还要靠这么多补课才勉强见上一面 好 那昨天马英九讲这番话 当然我想对于当时防疫 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讲 大概真的是孰可忍 孰不可忍 所以我们现场刚好就有 一位吴医师 这是苹果日报的报道 马英九为武汉包机道歉 惹怒医护 美女医师接一天遇 十一万医护联署拒绝 这个吴医师 你当时我们这要发起 这个武汉包机的时候 当时你是发起 联署的人 对一天有十一万人 全国三分之一 亿人居民联署 不分党派支持 就是因为武汉肺炎 中国的疫情不透明 包机回台名单不公开 根本就是变相的木马 图成计 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基于一些 照顾自己台湾的人道考量 还是包机派了 但是你这一次 你批评马英九 是延续中国人观点 毕竟对专制政权来说 人民总是造成困扰的源头 所以吴医师 你怎么看 马英九 为什么昨天会讲出这么 套一句 刚刚创下讲的话 违反人类常识的话 对啊 我觉得在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应该很多人都可以同意我的看法 他一开始去用这个 自降国阁的前元首身份 来去跟中国这么多人会面 其实陆续都已经开始有人在说 可不可以取消他的这个 卸任元首的礼遇了 他每次一天到晚 一年领了台湾上千万的这个补助 然后结果跑去那边自降国阁 他讲一句话 让我们最生气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政府给你添麻烦 添麻烦的到底是谁 我现在讲一下 当然因为现在Omicron已经比较普遍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武汉肺炎已经没有我们以前想象 那么可怕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武汉爆发武汉肺炎 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武汉肺炎 得到了之后 整个肺是会白掉的 病人大部分都要住进加护病房 要住进ICU的 那个时候台湾政府很努力的 一直在统计说 我们全国各地 不管是医学中心 区域医院 他的这个 不管是隔离病房 加护病房 他的数量到底够不够 结果统计出来之后发现 我们全国当时后来有增加 可是当时统计出来全国只有一千一百床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一千一百床的隔离病房 隔离床 如果被住满了 台湾人生病找不到地方 这个疾病是会马上爆发的 那当时台湾人 其实二零零三年的SARS之后 非常多的医疗人员 对这种中国传来的恐怖呼吸道病毒 其实是余悸有存的 因为很多医师当时就是被 也是马英九 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 那个时候政治凌驾专业 把这个和平医院整个关掉 很多医护其实是被他这个决定给害死 所以我们那时候医护的人非常非常紧张 各大医师社团都在讨论说怎么办 怎么办 因为武汉包机回来 那个时候刚回来第一班 我们就听到说 上这个飞机的人 他不给你口罩 甚至是你跟他要 他不给你 他就是把你全部关在一起 然后来的名单 我们台湾这边的 有关单位拿到的名单 跟到最后飞机上下来的人 不是一样的人 甚至有很多确诊的人 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笃定 就是中国这边要木马屠城 害我们台湾的防疫能量崩溃 因为你一个班机 他如果几百个人下来 一半的人都确诊 我们的一千一百床 是不是一下就满了 那台湾人怎么办 就死掉了 对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发起这个连署 这是我当初的诉求 其实我们不是抵制他回来 我们的诉求超级合理的 你看第一个诉求是说 由台湾这边实际主导登机人员 因为毕竟是要台湾人嘛 要优先有紧急需求的人 第二个是必须要检疫人员陪同 必须要给他们合理 合适的这个防疫措施 那最后就是不能无限制的搬机回台 因为我们只有一千一百床 我们希望他可以来了 让我们检疫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 有地方住 那我们缓一缓 在有床的时候 再让更多的台湾人可以回来 当时这个东西啊 出来之后被 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医生 我还没有加入台湾基金 还没有担任什么党职 就被非常多的这个蓝莓攻击 很多人在那种烂的群组转传说 哇 这个吴姓吴的医生没有医德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让台湾人不能回来 甚至连我妈那个时候都看到这样的新闻 跑来传简讯问我说 吴姓旦我是这样养你的吗 骂了我一顿 那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以医师发起的 全国的医疗人员有领证兆的 总共有三十三万人 一天之内就有十一万人 而且我的那个连署 其实要求非常严格 他不是只是填个名字 说我是医疗人员就可以算 他要名字身份字号 甚至我还要求要有职业登记 所以他就是确认他们的身份 对 我当时的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真的就是 这是不分党派全国医疗人员 都在担心的 这样子 为什么马英九会讲说 是我们给他造成困扰 所以就是变成马英九 当时一定就是在中国 受到这个压力之后 他去填嘛 他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 然后让中国通过他这个考试 他才可以见后续这些人 可是他这个做法 说真的应该会害残国民党 因为他讲这句话之后 所有医疗的人都炸锅 可是我看国民党 今天还帮他辩护 我们先来看一下 马英九讲说武汉 把这个疫情控制的很好 没有向外扩散 我们来看这个统计的数字 全球总共大概将近七亿人 六亿八千三百七十五万 死亡人数六百八十三万 但是连王必胜都讲说 相信这个数字应该是低估的 因为有一些公卫或是资讯不发达的国家 他根本没办法统计也没办法通报 即使台湾有些人可能第一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确诊 因为他可能没症状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数字绝对高过 台湾有统计就是一千零二十三万人 美国最多一亿多 好这是全世界大概有七亿人口 等于是约略中国一半的人口确诊 死亡人口大概将近七百万 马英九基金会是这样说的 萧续成 他说当时站在马英九旁边的是张定宇医师 张定宇是收 他是金银潭医院的院长 他说收治第一批不明肺炎病患的 马英九最当今宇勇敢救人的精神 表达最大敬佩 基本上这个我没意见 你要对医护人员表达敬佩 问题是有必要这样讲吗 萧续成反批 民进党防疫成绩乱糟糟 民众一直在排队 排队买口罩 排队等疫苗 到排队买不到快筛 去年防疫成绩甚至全世界垫底 怎么还有脸现在做政治攻击 好 国民党发言人林家兴 这应该代表国民党中央 对不对 政治不要凌驾人性 马英九谈话 是表达对武汉抗疫前线 医护人员牺牲奉献的尊重 以及对当初武汉民众的疫情下 精力致意 不应该政治化解读 所以我请教一下 这个吕家凯 吕议员 你赞同你们党中央说的话吗 其实从昨天马前总统 或是马前主席讲的那番言论 到底是不是失言 我这里不敢去说 但是我认为确实不太适当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站在全世界有七亿 快接近七亿人染疫 接近七百万人死亡 那受到冲击的民生财 那个家庭有多少 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确实不太适当 所以我认为我们说了什么 就应该要为自己负责 不要再去说什么 确实 但昨天来说很巧合的 巧合 刚刚是马半最爱用的 巧合 巧合就是国际医师节 那如果他 我会很愿意去相信 也真的很期待说 他们的初衷跟本意 真的是要向全国的医护人员 去表达致意 表达他们的就是辛苦了 但是从马英九 马前总统这次出访中国 我觉得说我分为三个阶段 在出访前 我认为 因为我们一直来都被矮化 但是在出访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马英九 至少看到他愿意 讲出中华民国 讲出台湾 讲出总统的字眼 原本在昨天 要给他掌声鼓励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党内 有没有士气大正 我觉得我自己看到是 昨天上午看到 鼓舞人轻 结果到下午 哎呀 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说哎呀 腰直血 所以我真的很想 用一句话 防疫的一句话叫什么 预防 胜于治疗 预防要预防什么 就是你接下来 4月1号要记住 那4月5号要去上海 还有几天的行程 预防什么 预防真的要警言盛行 不要再有任何 失言的行为出身 那 治疗什么 治疗中间一定要被打 就像我们被拿出来打 打出来 失言了 对不对 国民党受伤是谁 受伤是国民党 对不对 那就是在这之前 真的 我们国民党 现在要急救 真的 所以真的 预防 胜于治疗 要送给马办 真的 请他们真的 警言盛行 剩下几天的行程 对 可是我觉得马英九 最后补救 只有一个方法 到每个行程的时候 拿一张白色的A4字 14亿中国人 就很多人感谢他 白子革命 黄创夏是坏人 刚刚讲到规格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表 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 2005年的连战 2023年马英九 先看连战 当时中国媒体报道非常多 中兴网还用专业宣传 行程安排详细公布 报道会见胡锦涛 新华社专业报道连战 央视特别报道连战 两夫妇访问中国破冰之旅 央视特别网页报道 2005年马英九 接机就不用讲了 一个国台办副主任 接机 然后呢 仿咒当天只有主播念稿 这是央视 只有主播念稿 没有画面 环球网 報導馬英九談南京大屠殺 新華網 新華網網列臺灣新聞 他沒有專業 央視列在中國新聞的一般新聞 處理 中新網廢廢新聞熱搜排第三名 馬英九排多少 排第四名 所以馬英九還不如廢廢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馬英九昨天臨時增加了 去看這個所謂的武漢的抗議展 然後傍晚新增的行程會見了宋濤 但是很奇怪 他這兩天的行程感覺很怪 你看到三月三十號 到昨天早上之前 都還照案表操課 就他事先有公告給媒體 就昨天早上十點五十分 去參觀這個疫情展覽 這是突然新增的 然後下午四點到武漢大學 跟學生座談 原本這個學生座談是應該是今天早上 但是突然提前到昨天下午四點 然後六點鐘呢 突然通知說要跟宋濤見面了 所以我在猜 剛剛創下講說 昨天這個看這個展覽 是一個補考 補考還不錯 晚上老師就請你吃個飯 給你一點鼓勵 然後呢 訓勉一下 訓勉一下 衛免一下 然後今天 原本今天應該要有行程了 結果今天突然完全沒有行程 然後呢 媒體昨天深夜開始 一直在問說 三月三十一號 今天到底有什麼行程 馬伴保持沉默 一直到今天早上八點四十二分 才在聯繫媒體的群組中 告訴大家 今天沒有公開行程 馬英九在中國行程 調整為神秘模式 據傳宋濤三十一號 可能陪同馬英九到湖南長沙 並且跟昨天提前抵達 長沙的馬家四姐妹會合 晚宴請馬英九親友 四月一號馬家人要到老家 這個湘潭去祭祖 結果果然沒錯 看到了 今天早上 今天的畫面 這是馬英九 這應該是宋濤 兩個人搭高鐵 要去湖南了 要去湖南 好 那好吧 這宋濤培算是 照聯合報的說法之外 規格很高 不過 他們兩個人到底談了些什麼 除了公開談的之外 這是聯合報 聯合報 非常吹捧馬英九 他認為說 宋濤代表 他們都講大陸 我直接念中國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湖北跟馬英九會面 陪同馬英九回湖南老家 代表習近平 宴請馬英九 馬家四姐妹跟中國的親戚 象徵習近平對馬英九最高禮遇 還有馬錫慧同等的意義 所以朗東 這已經叫馬錫慧了 其實馬英九補考這事情好笑的事情是說他不只補考一次 他補考了四次 真的嗎 因為從二十八晚上不是講到台灣總統嗎 那可能他不小心講出來想要試探一下中國的底線 結果中國馬上回擊了 首先這個馬英九在隔天的時候補考就先在南京大屠殺 發現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先講這個補考第一次 第二次到三十號的上午的時候 辛亥革命博物館有五色旗 這時候中國要看他反應 他如果說現在中華民國國旗不是五色旗 這就完蛋了 完全沒有講 也沒有提到 好像就是歷史名詞一樣 好像是從頭到尾 中華民國只剩下五色旗 接下來再去武漢 這個檔案博物館才講到這個抗議的這個成果 然後接下來下午四點的時候 又臨時有這個武漢學生的座談 被搬到這個三十號的這個下午 這時候馬英九他就拿他過去寫的回憶錄說 再來就是我擔任 這個工作的時候寫的 他那本回憶錄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臺灣什麼總統回憶錄 反正有總統兩個字 對對對 他故意把他省略掉 而且這個是現在連T台都說 他故意省略總統 那個立委王文威不是說綠營都斷章取義 然後還批評陳其邁 陳柏惟 王定宇 說他們都沒有看事實講話 在馬英九第一次講這個的時候 就馬英九講的第二次這個 這直接的補考 所以一二三四算起來總共補考了四次 第二個給大家補充個有趣的點是 中國是怎麼樣秀入馬英九 你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宋濤你仔細看 他的這個座位是比馬英九高 宋濤的這個看起來的位置 比馬英九高的差不多 大概小半個頭左右 這個事情非常的奇怪是為什麼 因為今年一月的時候宋濤去會見洪秀柱 兩個人的這個座位是奇高的 因為洪秀柱下面座椅是墊高 有墊高 洪秀柱身高一百五十公分 馬英九一百七十八公分 然後宋濤大概比馬英九矮一點 有時候是他們在座位安排上 特別把馬英九的座位降到比宋濤還要低 用這個方式呈現宋濤有上對下 這樣的一個對馬英九的一個視角 那所以說因為馬英九這一連串的 這個補考這個效果都不錯 所以說他才有機會去會見宋濤 昨天晚上見完宋濤之後 今天早上臨時給他加碼 宋濤看他表現不錯 陪他一起坐高鐵 然後到湖南長沙去 這一連串做成就是馬英九 是完完全全都在中國的 這個劇本之內也逃不出來 至於抗議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看國民黨當初反應最準 當初負責弄武漢包機徐正文 就被國民黨到停權兩年 對 那為什麼停權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的新聞 在二零二零六月的時候 原本國民黨的林榮德都同意 然後要去召開包機記者會 可以降低政黨色彩 可以跟出事的話 可以跟國民黨切割 因為國民黨當初其實是表面上面 是不同意這件事情 當初跟他沒關係 私底下也受授權徐正文 後來徐正文自己公佈名單之後 引起很大爭議 就被國民黨的這個切割開除了 換句話說 當初在武漢包機這個事情 或整個武漢防疫這事情 其實不管是臺灣 或是全世界都已經定案 中國就是疫情的這個發起源 然後是元凶 結果馬英九他現在完全顛倒 是非害怕講這個 其實難怪剛剛這個 嘉凱兄也復航不下去 也說確實是有點不妥 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補考 如果馬英九沒有這次 他搞不好等一下會被開除當機 如果馬英九沒有辦法 他應該沒有要選立委 所以還好 如果馬英九沒有這次補考的話 他可能的話就真的 接下來就全部變私人行程 不會有什麼通告 對啊 因為其實他講到臺灣總統是最犯了中國大吉 他再講第二次 接下來不會有任何報導 他會直接被封殺 然後他可能就在沒有 在所有事情都被封殺之下 就這樣子過完他的氣阻行程 就回來臺灣 但他在努力積極的表現出 對於中國的友好 甚至是這個慘媚之後 他就獲得了一趟高鐵型 你看到那個畫面上面 來看到他們這個用餐還不錯 馬英九就一直稱讚著什麼 很寬敞 菜色很豐富 還幹嘛 但大家不要忘記 這些都是靠過顛倒事實 以及去喪失臺灣的主權所換來的一趟 馬英九昨天跟宋濤會面 他們到底談了些什麼 等一下在我們在QSOT的時候 請觀眾朋友特別仔細看 馬英九的表情 還有他講話的時候 為什麼要拿著一本 像是談餐的東西 大家覺得你看到那個感覺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很高興啊 能夠在武漢 與大家見面 首先我轉達新西平總書記 對馬英九先生親切的吻吻 歡迎馬英九先生回鄉 先歡迎馬先生回到大陸 馬前總統仿舟行程 第四天會見國台辦主任宋濤 會談過程中 宋濤 離不開的關鍵字 不斷強調九二共識 多達五次 馬英九先生素有民族情緩和振興中華的信任 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共襲 在他認為與大陸一道 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 推動兩岸關係 我們兩岸都是中國人 是一家人 家裡的事 討三兩 多三兩 宋濤邊含九二共識 還稱是一家人 但似乎忘記國台辦三不五時 對台灣出言恐嚇 這話聽起來很諷刺 但儘管如此 一旁的馬先生似乎無動於衷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面 我與習先生再次確認了九二共識的重要性 兩岸人民的敵意上升 讓我們非常感到憂心 大家都是嚴慌子孫 彼此純此相依 情感共通 一定要談 也只能夠 也只能透過談來解決問題 跟著宋濤一起唱和九二共識 前總統馬英九的兩岸論述 一中各表 卻還是說不出口 房州行程對等這回事 徹頭徹尾 早就被中共漸進平底 我想我們在很多新聞畫面 大概都看過總統接見 不管是外賓或是國內的賓客 在談話的時候 這大概 這應該 我當記者當了差不多三十年 我第一次看到總統在接見賓客的時候 拿著稿子在唸 所以博恩你看到這有沒有覺得很難過 我覺得非常的難過 也非常的遺憾 雖然說在臺灣 我們跟馬英九總統 政治立場各方面 然後在選舉有所競爭 但是看到我們的前總統 在中國這樣 照片到這種地步 你知道今天有一個 這個鄉親跟我講 他說 你如果有辦法 這個傳達一下 我們的基層的心聲 他說看到馬總統這樣 他實在也很不捨 而且這感覺未來還有好幾天 還不知道要淋濟到什麼地步 所以他說他這幾天 新聞都乾脆用聽 人家用聽的跟他講 然後他不敢看新聞 因為看不下去 我舉例來說 他說要嘛請馬總統 要嘛你現在趕快回家 回到臺灣溫暖的家 你就不用再這個那個了 要嘛你如果真的 那個大中國情懷 真的你實在難以壓抑 那不然你就留在那邊好了 不要讓臺灣人感到下西下井 就這麼簡單 我跟大家講 這個一般的民眾 看到昨天馬英九的表現 我都先不要談什麼 九二共識或政治那一塊 光是聽到說這一次 他們他竟然肯定說 這個中國防疫的貢獻 這個基層都炸鍋了 包括美國總統川普都講 這個叫什麼叫中國病毒 我們有時候為了兩岸的和諧 先不要太刺激中國 我們都講說 這個叫做什麼COVID-19 不然就說這個新冠肺炎 但是中國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源起就在中國 由中國擴散 擴散之後造成這幾年 你看整個世界經濟蕭條 而且那麼多人 因為這樣子過世往生 結果他在那邊大聲的讚揚 說肯定中國的防疫的貢獻 然後還說 他替臺灣政府為難了 感到道歉 我真的覺得 我跟大家講 這個真的一般民眾 已經是不分藍綠 真的是難以接受 所以大家是心疼馬總統 就說馬總統 不然你趕快回來 你也辛苦了 年紀也大了 不然你就乾脆 真的你就留在那邊 那第二個 你知道我們看到這個馬總統行程 我也覺得很奇怪 晃哥 我們兩個如果要去中國玩 好歹你也排個行程給我 我們就照表操課 對不對 馬總統行程是排完之後 還要站那邊隨時準備考試 你那一天防疫 你妹著良心 誇獎中國 好 那我隔天就趕快給你安排 一個宋濤見面 所以如果那天 你沒有站在那個防疫的 那個研究所 看著習大大 用專注的眼神 聽他針對防疫的那個貢獻 這個看見其詞的話 那你可能隔天見不到宋濤 拜託 這是哪門子的總統的規格 你實在你哪有需要那些威懷 第二個 你隔天見到這個 你見到宋濤之後 哪有人說 好 沒關係 你表演得不錯 我就讓你見宋濤 你好歹是一個總統的規格出去 你怎麼會是行程 是要在那邊讓人家打分數 好 昨天他又提到九二共識 我更難過 這個換個絕對可以作證 他那天要出去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鼓勵說 馬總統應該到中國去 為什麼 因為九二共識從九二年一直到現在二零二三年 那個謎一直懸在那邊 到底九二共識有沒有一樁個表 我們都不要再吵了 就讓馬總統親自到中國那邊 去做一個驗證 我很期待 所以我也很鼓勵馬總統 好你過去表一表你的這個一樁個表 可是我難過 我剛剛看到他跟宋濤見面 宋濤那邊有別徽章 是不是五星期 我不知道 可是我至少沒有看到 馬總統這邊有別個國 國旗徽章 他最喜歡別個國旗徽章不是嗎 他最喜歡這個中華民國國旗 隨隨時再生 元旦升旗典禮 他可以看著 國旗染染上升 掉下眼淚 為什麼在該表達中華民國的地方 他反而縮手了 九二共識有沒有一樁個表 你跟中國正式官方接觸 就是最清楚 結果也沒有 我告訴你 昨天有真的有講九二共識 宋濤他說在馬英九任內 馬先生 他講馬先生 在他任內 與大陸一道 再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請問一中各表 沒有啊 為什麼表不出來 國民黨不是講說 朱立倫講過 他說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 就是一中各表 那為什麼你在見到 國台辦主任宋濤 如此重要人物的時候 你不講一中各表 這是我們昨天很多人 都很期待在講的 再來看 這句我就請教朗東 朗東你在香港出生 現在是台灣人 宋濤說 兩岸都是中國人 是一家人 家裡的事好商量 多商量 他們願意廣泛 聽取台灣同胞的意見 朗東你是中國人嗎 不是 你不是嘛 你現在是台灣人對不對 好 那你講你的意見 給宋濤聽一下吧 我的意見就是中國 趕快放棄 武力犯台的任何打算 因為他就說 這是什麼 兩岸都是一家人 你從來沒有聽過說 他直接拿飛彈對著你 說你不接受 被他併吞的話 他就直接打你 有一家人這樣做了嗎 不可能吧 這個基本上 這個家炮 那或者是說 這根本就是強盜土匪的一個行徑 所謂的可以商量是什麼 是說他不用任何武力 臺灣人自己討論跟決定 你要加入中國 或者是你要跟從中國分離出去 都可以 不會有任何武力的後果 這個叫商量 而那拿武力去威脅說 你不被這個中國併吞的話 就要打你的話 這還有攻擊 在不到到目前為止 還是持續擾臺 而且從去年到今年 繼續增強這個擾臺的力道 所以我認為馬英傑這個情況下 他直接把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都去掉 他只有講說什麼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炎黃紫說 然後兩岸交流暢通 兩岸人民受惠 基本上都是一些廢話 他真正重要的點在於 他原本所堅持的一中各表 已經完全不見了 我看到那個馬英九拿那個黑板 很突兀嘛 很像在小學生在念課文 就是這樣子照本宣科 然後面無表情 你的博士生跟你口試的時候會不會這樣 如果這樣我就被我罵下來 反正是高下立判 宋濤比你厲害 宋濤講那種話就是過去傳統 你回家了 我們這個家裡的事情好商量 多商量 意思是說一家人不談兩家事 但是問題是 他就把你融在裡面了 問題是真的是家人 那你為什麼現在不跟台灣進行談判呢 海基海協為什麼不談判呢 所以完全是這種 雪濃雨水啦 我們都一家人 我必須講這個對年輕人是毫無感覺的 我跟你沒有錯 或許我們的文字 同文文字語言相通 可是我們在太多地方是不同的 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我覺得這一次 跟馬英九有趣的什麼大九學堂 這些年輕人 看到馬英九遭到這種待遇 看在中國 你不敢講不同的意見 只能夠一言堂的時候 我不曉得這些年輕人真的認同 什麼也是雪濃雨水嗎 真的說我們是同一家人嗎 所以我看到了這個馬英九 這樣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自取其辱 那我看到就是說 宋濤對馬英九看到這個樣子 也真的是看不起他 難怪很多中國人說 你就是一個省長的位階嘛 我就用省長的位階來接待 你就夠了嘛 其實中國很喜歡講說 兩岸同文同種 台灣也有少數人喜歡講 兩岸同文同種 那我不曉得你們講這個話的時候 你到底了不了解 現在台灣跟中國使用的 第一個文字其實並不相同 套一句這個澳洲學者 加伯講的話 他說中國那個叫殘障中文 為什麼叫殘障中文 因為斷手斷腳 斷就是簡體字嘛 那更不用講什麼炎黃子孫 炎帝跟皇帝在歷史上根本無法證明有這個 更何況我們也不是炎黃子孫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講同文同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出訪 小英總統真的不一樣 這是美國的國務院的亞太助勤叫康達 他今天 因為昨天節目中我們其實有討論 開始有一些國民黨的民代在炒作說 你看康達取消那個媒體簡報 蔡英文你看規格被降了 但是昨天趙宜祥其實在我們節目中講 他昨天就講 他說沒有取消是延後今天會開 結果真的開了 康達一開始講 他說他在簡報中講到他不確定這個是不是第一次針對臺灣總統過境向外國媒體簡報 但是美方堅信新聞自由也堅信提供媒體準確確實的訊息 他指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康達是講的比較客氣 他說不確定我今天做節目前特別跟總統府去查證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臺灣總統過境美國 有美國國務院做媒體簡報這是有政治上涵義的 再來他說北京沒有理由對蔡英文過境過度反應 蔡英文過境符合長期以來慣例 美方對臺的立場是基於臺灣關係法 他說中國片面改變現狀的企圖 不會迫使美國政府改變長期以來為臺灣總統過境提供便利的做法 這句話聽起來很客氣 意思 康達意思說你中國不用吵 你再怎麼吵 我們還是照我們這樣做的 好 那這次小英總統的出訪呢 跟馬英九的出訪 今天有個民調非常有意思 這個是由這個政國會 不是民進黨那個派系政國會 他是一個基金會 他們做的民調 第一題蔡英文總統出訪 可能會見到美國重要政界人士 請問你認為總統出訪是否有助於臺灣提升國際地位 跟臺美關係 非常有幫助二十六趴 有幫助三十六趴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過半五十二趴 再來關於臺灣主權的未來 您支持兩岸統一還是臺灣獨立 剛剛宋濤不是講說要統一嗎 對不對 結果臺灣獨立六十四趴 五十四趴 維持現狀二十八 其實維持現狀也是廣義的獨立 因為他就是不屬於中國 是 這兩個加起來七十四趴 支持統一的只有十趴 所以馬英九 你是站在十趴那一邊 這就是馬英九的錯 對 這馬英九的錯 好 再來馬英九到中國訪問 希望更和平更早到了 請問你認為臺灣跟中國誰在破壞和平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這一題 認為中國破壞和平的五十七趴 認為臺灣的十二趴 這個認為臺灣破壞和平的比例 跟支持統一的其實差不多 大概就是我猜 同一群人 同一群人 再來習近平說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請問你同意習近平的主張嗎 非常不同意四十五趴 不太同意二十八趴 加起來七十幾趴 還算同意十趴 跟支持統一一樣 我看就同一群人 所以告訴馬英九跟告訴中國國民黨 民意在這裡 不要跟民意對干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